我現在就教大家煮一個帶粗又好吃的茶香味 大家都可以在這裡煮 首先呢 有煙肉粒 可以在超級市場買一些現成的煙肉粒 蛋黃 巴馬臣芝士 和少許白酒 時豆已經煮好意粉 我們現在就開始煮到最大火 然後呢 白鑊 放些煙肉 是不是有點大聲 那就煎一下 這個是很簡單的 大家都去不到意大利 都可以在家裡煮這個意大利風味的東西 是 稍微呢 很快熟悉了 本身呢 已經熟了 接著呢 煎到有少許上色 放些白酒 放些少許白酒 灑一灑它 這個時候呢 就會聞到呢 肉味啊 和白酒味 混在一起了 很香的 要放些少許時間 很香的 不香的 很香的 聽到現在已經變成了 開始 用了一口火 我們用電視錄,為了大家安全一點 這個時間就放意粉 放一些水,意粉水 意粉水已經有些鹽分,有些味道 加上煎肉粒,已經很夠味道 用意粉吸一下鹽肉味,到時吃下去淡淡,鹽肉之餘會很濕 意粉不用多煮辣 然後,我們正宗的意大利 意大利是不需要放幾點的 就是放蛋黃,然後加水 用意粉水就可以了 你看到有些稀辛是正常的 兩隻蛋黃已經足夠了,因為蛋黃都很脆 好了,輪到主角 烤蠻神芝士,多一點也不要緊 然後,芝士粉可以讓汁收細 然後,這個麵粉很濕 然後,這個麵粉不需要吸收 這個麵粉不需要用手把鍋子拿回來 要把麵粉的時間拿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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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麵粉打開,要不停攪拌 要不然,蛋黃會凝固 要不攪拌,要大火 好,看到汁開始收細了 當你放些芝士粉,你會聞到很香的芝士味 胃口又會大根 那我們就煮好了,完成了 然後就可以上碟了 因為大家都可以在家裡試煮 大家去不到意大利,出不到國,不要緊 然後在上面,灑黑胡椒 還有香港的芝士粉,還有裝飾 這樣完成了,花光明 很棒 好,看到了 好,知道了 我現在已經看到了 好,知道了 然後她就能夠放在家裡 好,知道了